说好要试喜福的 裁缝都来了 你跑哪儿去了 屋里们 出去走走 出去走走 你知道全家上上下下 多少人在为你忙活 这你不当一回事 想说什么你说呀 说了你没有生气 好 我不生气 妈 我不想成亲 为什么 因为这个婚事不是我想要的 你说什么 妈 我知道你为我的婚事操碎了心 可这关系到我一生的幸福 我自己想过了 我不能再委屈求全了 委屈 全凝城再也找不到 比股家更门当户对的了 你红衣为了你这事 费了多少心血你知道吗 可我并不认识股家大小姐 我也不认识你爹 你爷爷不认识你奶奶 他们一样生活了一辈子 出什么差错没 那是旧时代 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都接受了新思想 父母爸爸的婚姻 早就被淘汰了 妈 我求求你 你帮我跟爹说句话 取消这门婚事吧 我办不到 今天你就是说上了天 也改变不了这事的决定 股家的婚事 你答应也好 不答应也罢了 时候到了 给我去迎娶 我不去 你 你这么不懂事 你不止害了你 你害了我 打从你儿妈出事以后 你爹他就一直不开心 现在好不容易 把心思放到你身上 也有让你继承家业的意思了 就一桩婚事 你都不肯听他的话 你让他失望 你这么不听话 不是等于逼着他 收房那小吗 妈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告诉你 如果你毁婚 这就是结果 妈以后的日子 可向儿之路 妈 算了 我不想你恨我一辈子 我跟你爹说句 只要你开心 不必管妈的死活 妈 妈 你让我去 好消息 好消息 叶明珠的订单 已经排到今年年底了 夫人 这可都是沈红的功劳 怎么说 你看 陆家和谷家联手之后 左右了 这个谷米和小麦的市场 一些小酒庄 尽量受到影响 就不敢贸然接订单了 只好攻守相让 咱们就当人不让的 统统接收了 恭喜老爷 这就是路过两家合作之后 所带来的好处 但昊中 去了谷家小姐 到明年 我们连合同都不用打了 不是吗 昊中 婚事准备怎么样了 都准备好了 只等着花轿去迎亲了 好 太好了 哈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